好关心捷运杀人案新北地院在今天传唤了郑杰他的同学还有室友三个人来作证 同学说郑杰祭出了三封信说杀人之后精神肉体分离不如原来的想象 但他说不后悔 至于跟郑杰看守所这个同的室友呢 他只是说他知道郑杰的犯行之后晚上吓到都不敢睡觉了 郑杰的国中同学离开新北地院完全不发抑郁 因为怕只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成为杀人共犯 在法庭里郑杰带着粗框眼镜满脸痘痘维持一贯不屑的态度 连国中同学被叫到证人席他看都不看一眼 检察官询问郑杰杀人的动机同学只回说是网字上看到的 郑杰找不到讨厌的两名小学女同学才会转嫁他人 当检察官问到有没有面对面聊杀人问题 这名理性同学就开始之乌其池怕被当成共犯 接着轮到郑杰的高中同学当证人 他则是拿出郑杰十月份才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 内容是说杀人不像他想象中快乐 企图脱罪为自己辩解 让死者家属无法接受 郑杰的残忍连狱友在他旁边都不敢睡觉 北杰杀人事件造成四死二十二伤的悲剧 被害人家属希望时间能还给他们公道 而不是让悲剧逐渐被淡忘 记得陈文群徐赵伟新美式报道